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1771题 maximize palindrome length from subsequences 那么这条题的话又是对一道经典题目的一个变形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做的 那今天还是不要忘记关注我频道订阅之后 打开小铃铛接收到我最近通知 每次都会有新的视频想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表述 题目表述是可以两个string 分别是word1和word2 然后让你去构建一个string 用下面的方法 首先的话就是取一个非空的subsequence subsequence子序列 从word1中取出一个非空子序列 那么同样从word2中取出一个非空子序列 然后把这两个子序列合并在一起 去形成一个新的string 然后让你去返回最长的回文字不串 通过上述这种方式去构建出来的 这样一个字不串中回文字不串最长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是word1的话是CACB word2的话是CBBA 那么我们从word1中取出AB 注意它是subsequence 所以说并不一定是要求连续 但是顺序不能改变 那么取出A和B 第二个和第四个字符 从word1取出 然后从word2中的话我们可以取出CBA 第0个 第一个第二个都可以 第0个第一个和第四个字符 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构成ABCBA 那么这是一个回文的字不串 那么这个长度是5 所以说只要输出5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规模 数据规模的话这长度都到了1000 这很明显这个时间复杂度 应该就是word1的长度 乘上至word2的长度 就是N乘M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时间复杂度 或者说怎么样 类似这样一个时间复杂度 然后的话只包含小写的英文字母 那好我们看一下讲义 那么这套题如果你完全按照他的这个题目做的话 你就会陷入个陷阱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按照他给出这个步骤来做 构建这个string 那么与其说我分别从两个string中取出一个subsequence 然后去合并 然后再去判断是不是回文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太多的guidance 没有太多的向导 所以说我到底是从word1中取多少 到底从word2中取多少 我并不知道 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同样去生成一个这样一个回文subtron 那么我们第一步的话 我首先把这样个单词合并在一起 把word1和word2加在一起 形成一个完整的最长的这样一个subtron 然后我从中去取出一个subsequence 那么注意这两边并不是完全等价 那么取出来之后的话 我还要去判断 因为我有可能说我取出这个subsequence 只来自于某一个string 所以说我要去判断 那么我至少有一个字符 从两个单词中至少各取出一个以上的字符 那么我才可以去说符合这个题目要求 所以说这个题目的话 你可以分两步走 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把两个单词合并 然后去找出最长的回文子串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就是从一个字符串中取出最长的回文子串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 那么这张slide的话 我们先把第一部分解决 然后再去看怎么去handle第二部分 那么这条题目我们之前讲过 如果没有看过视频的话 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就快速的过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dp问题 那么它是就是个all pairs 所以说我们要dpij来表示说一个子问题 那么子问题的话是si到sj加一个substream 这个substream我能够构成的最长的回文子序列是多长 那么就是dp定义 那么初始化的话就是dpij初始化成1 也就是说我单个字符 单个字符的话肯定是回文的 那么它能够构建的最长的回文子序列的长度是1 那么这个转移方程的话 就是和很多这种字符串匹配的问题 这个问题都是类似的 那么dpij的话 如果说si和sj 就是我这边有两个指征 i和j是个pair 如果si等sj的话 那么第一种情况 这两个字符串匹配 那么它一定是从i到j的最长的回文子序列中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们这边a和a进行匹配 匹配完了之后的话 我只要去递规求解我子问题 我子问题是什么 从i加1到j减1这样一个子 数组中 就是substream中 能够构成的最长的回文子序的长度是多少 那么我只要在这个程度上加上2 就是我能够构成的最长的 最新的这样一个回文子序 因为你无论你中间构成这样什么样的形式 我不关心 那么你知道里面是回文的 那么我可以在外面各包一个a 把你包住 那么我又是一个新的回文 而且我的长度是一个长度加2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当i和j不相同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这两个字符一定不能匹配的 那么我剩下的方法 我就是去匹配看看i到j减1能够长度 构成最长是多少 然后看看i加1到j能够构成的最长 最长的是多少 那么我只要在这两个中取一个最长值就可以了 那么具体的过程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516题这个视频 那么这边就是这样一个dp的问题 那么我看一下这一个第一步的时间和空间复杂度 那么时间复杂度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字符传相加加完之后 它的长度新的长度的话是n加m 所以说的话就是到了n加m的平方 空间复杂度的话也是n加m的平方 那么1000加1000的话是2000 2000的平方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它只能出到一期 如果出到2000或3000的话 那么一相加再平方的话就有可能会超时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解决了 能够找出给定合并后的这个字符传中 最长的回文字符传是多长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要去解决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看一下 那么其实第二个问题相当于说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它要求两边至少有一个字符 是来自各自的这样一个单词 那么这个很明显什么呢 我第一个最左边这个字符 那么一定是来自于word1 那么最右边这个字符的话 一定是来自于word2 这个肯定是肯定的 因为你要取一个字符 那么它第一个字符传的话 它一定在最左边 那么第二个字符传的话 它一定在最右边 最右边的最后一个字符的话 一定是来自2 那么最左边的话来自1 那么中间的这些单词 到底是来自1和2的话 就是无所谓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去找一个pair 那么这个pair的话是ij 那么i的话是 就是来自于第一个0到le 就是第一个字符传中的一个索引 那么j的话是第二个字符传中的一个索引 然后我们要求word1 i等于word2j 也就是说找到一个匹配 找到一个匹配 那么找到这个匹配之后的话 他们这样的话 我ij这样一个在合并的 这样一个后的这样一个字符传中 它一定能够是构成一个回文子串 比如说我们这个题目中的CACB 那么这是来自于word1 那么word2的话是CBBA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peer 找到一个peer 比如说找到这个B和B这样一个peer 那么它一定能够构成一个回文子串 然后确保说有一部分是来自于word1 有一部分是来自word2 那么其中最长的话是A和A的这样一个匹配 A和A的匹配 那么word1r0word2j 那么找到这样一个匹配之后 我去看一下这一部分 能够构成的最长的回文子串长度是多少 那么这就是我的答案 而且我一定能够保证第一个字符来自于word1 那么第二个字符来自于word2 然后就是这个题目的关键部分 那么这个j的话 它在合并后的字符传中 所以应该是le加j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存储在 我们之前已经算好了 那么存储在dpi到le加j 这样一个这个位置中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去没举all pairs 还是没举下all pairs 那么当word的i等于word的j的话 我们看一下dpi le加j的值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这种 这种pair中 match的pair中找一个最大值 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么这一步的时间复杂度的话是 因为我们是没举all pairs 是n乘上至m 那么空间复杂度的话 那么我们没有使用外空间 所以说这部分空间是oe 那么这两步合在一起的话 我总的时间复杂度的话 就是n加m的平方 因为这一步 应该是说比这个小 所以说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空间复杂度的话 那么也是n加m的平方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步合在一起做了 合在一起做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维 就是因为dp的话 它的dp数组 它只会用到长度 比你小一和小二的这样一个dp数组 所以说我们只要存三个拷贝就可以了 那么分明是dp长度l 长度l-1和长度l-2 所以说我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空间复杂度从二位降低到一位 降低到一位 但是我这个优化 你做不做都可以了 那么就这条题目 就是还是一个经典题目的变形 然后只要说我去确保 就是说至少有一个字符串 字符是来自于 每个字符串至少有一个字符就可以了 然后一个是第一个 一个是最后一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代码 那么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方法 先把它长度取出来l-1加l-2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单词先合并在一起 构成一个新的这个字符串 那么它的长度的话是l-1加l-2 那么n 然后我们去就去构建这个dp数组 是一个二维的dp数组n乘n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把长度 长度是1的 这样一个字符串 这个它的dp这个值 故事化成1 比如说单个 单个字符 它的最长子序列的话长度是1 因为它自己是回文 然后我们长度是从2开球解 那么注意我们是用地推 那么地推的话球解顺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从短的开始球解 那么在 所以说我们才可以用i j的时候才可以用到i加1 j-1 因为这个长度比我小2 所以我们从长度从2开始球解 那么最长长度的话就是这个n l1加l2 那么加长度 那么i是从0开始到0开始 然后j的话是和i有关系的 的话是i加l-1 那么我只要保证 我只要判断右边这个边界不越野界就可以了 那么我 然后我同时加加i加加减这样的话 我就维护了i和j的加一个相对的关系 那么i和j之间它的这个长度的话是 构成次不穿的话 它长度是l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转移 如果si的sj的话 那么是dpi-1 dpi加1-1 然后加2 因为我外面包了一层 包了i和j 否则的话我就在中间这一部分 取一个最大值 i加1j和ij-1 这个两个长度是比我短1的 那么这个长度的话是比我短2 那么做完之后的话 dp table全填满了 填满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去每举一个all pairs i的话是从0到l1 j的话是从0到l2 然后如果i等于j的话 那么我i和j 就是必定能够构成一个回纹子串 然后我只要看一下 我能够做回纹子串的长度是多少 那么这个长度的话是 dpi加上l1加j 因为你这个l1的话 将来也是offset 就是wad1的长度 所以说我们在所有符合条件里面取一个最大值 那么这部分其实可以稍微做一些优化 因为我们只要取最长长度 我们可以从长度从大到要开始反推 也可以 不过我觉得没必要 那么在最坏情况下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去mh or pairs 所以说这个对你时间发度的这个是没有影响 只是可能实际上可能会稍微快一点点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m加n的这样一个平方的时间发度和固件发度 因为你这边的话dpi是二位数组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移到里面去 移到里面去 然后把dpi数组再降为l降到e为 就是就右边这部分 那么我就不具体讲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就是可以把这个空间辅导度降到m加n 然后时间的话没变 然后这个循环可以省掉 可以直接在里面做就行了 那就这样一条题目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是一个经典题的变形 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一做 那么讲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节奏的话 别忘了点赞上的后面关注评论 如果想讲的题目的话 欢迎在评论上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见 说话 拜拜